歡迎大家今天來這個Julia Chai這邊 就是聽我們跟分享 然後所以那今天這個第一場呢 就是由Julia台灣的這個社群的發行人 就是杜月娃 然後也是那個Julia以資料科學那種所做的 什麼樣子 那他這第一場都也 請大家介紹一下在Julia裡面的 所開設選舉跟一些資料結構的一些 分享 大家可以歡迎他 好 感謝Peter的介紹 好 然後 在議程上面大家會看到應該 這場應該是英文 但是那個應該是寫錯了 對 我不會講這樣 然後這場沒有外文所以OK 你是不是用英文來講 還是用中文講比較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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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一場的話是Julia 和Julia Chai 那基本上是分享說 在Julia裡面 他本身其實並沒有 有Titan Mansion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可以去模擬出類似Titan Mansion的效果 然後後面會稍微介紹一下一些 跟Titan Mansion相關的耗箭 那 那 好 我這邊就直接開始了 那其實是這樣的 在製品牌之前 通常用的是 所謂的 Monivore Desiree 學章子的東西 那Monivore Desiree 學章子的東西 它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 就是你在做 方形code的時候 在code你的 你函數 函式的時候 那在code韓式的時候 它會去根據你的 你給的這個type的組合 然後去決定說 它到底是要去依照哪一個韓式 OK 那目前來說 它裡面有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 Dispatch 是 depends on 你的type 就是說 它到底要code哪一個方形 它是要看 那個type是什麼東西 我去決定 那 在Jura裡面 有另外一個 就是 這個叫做Value Type 這個Value Type 有點有趣 有點有趣的地方 是說 它可以把Value 這個東西 它不是很耐用的 OK 我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Matching 你剛剛講 Value Discussion 那個東西 它都要看 這個東西 放在第一個位置的東西 它是哪一個type 然後 你用Matching 去cull 像對你的方形 那但是在這邊的話呢 它是看 在這邊的Value 它是誰 OK 像這邊的話 這邊Food 這邊有 定義兩個方形 那這兩個方形的話 第一個 它是吃True的 True的Value 第二個 第二個是吃False的Value OK 那它是吃True的Value 跟False的Value的話 這邊它分別會去cull 兩個不同的方形 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看起來效果是什麼 當你呼叫說 就是這個True 然後它被包在一個Val裡面 就是Value的這個裡面 它去呼叫它的話 它就會投入True 那這個東西它就會投入False OK 那同樣 True跟False兩個同位 是Culling的Type 但是 在這邊 它有不同的值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 dispatch到不同的方形上面 所以這個東西它叫做Value Time 就是把 就是概念 基本上是比較像是 把Value當成它用 OK 那所以基本上 你看到這個東西 它3號 可以跟 TimeMation這樣子有點 連結上一點關係 就是說 我可以把這個 我可以用 用更多的 做更多的事情 做更多的 我們接下來看 那 因為基本上 它裡面都要包一個 就是 呃 Val這個東西 那 這樣子的話 不是很方便 因為通常 我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像這樣 就是 希望說我直接 一個 呃 多名的值 然後直接丟到防水裡面 然後它就可以幫我 做一些事情 所以說這邊都做了一層 包裝的部分 OK 這個東西是把它包裝起來 那這個把它包裝起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做到 類似這種效果 OK 所以我就直接 呃 這邊True丟進去 然後 然後True 然後Pause丟進去 然後 就是Pause 那 那 這兩個是 不同的 Function 那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到類似 看Match的效果 OK 好 等一下我先講一下就是 那我可以放這個東西 在 這個 DL裡面 剛剛我們試過 Ruling的值 也是可以的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放 呃 整數 整數 整數也是可以的 那 放 Unfine的整數 放 Sine的整數也是可以的 嗯 Flux也是可以的 嗯 複數 對 在製造牌裡面有複數 複數 這個東西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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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 呃 String的話 Push OK String的話 Value Type 是沒有放 然後 一個 Array Array的話 也是沒有放到 所以 大致上可以猜得出來 基本上它是 你是 Permitted Type 的東西 這樣的話 放到 Value Value Type 才能當成一個Value Type 去使用它 那如果你是一個類似 Object 這樣子 一個固件 那 沒有辦法 被放到 Value Type 裡面去用 那 這樣子的話 所以說 大概 會是這些東西 就是 所有的 數字 然後 Character Value 那 剩下的東西 目前 試起來應該是 不行的 好 那 要怎麼去 達到 類似Pilomation 這樣子的效果 那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小模擬 這樣子 好 比如說 我這邊要抓 就是 X1 就是我要抓 E這個東西 那 E這個東西的話 E這個東西的話 我把它像剛剛一樣 做一個包裝 OK 所以上面 這邊是Value 把 E把它包起來 然後 它就會回傳去 那 後面的話 N N的話 就是 正義 只要不是D人 那它就會是False 那在這邊的話 用了一些 比較進階的技巧 就是 這邊用的話 是 Convention的Math 就是 在它的 呃 Function裡面 是帶有參數 那 這個帶有參數的話 這邊Ware的話 你可以去限制 你的參數 的 範圍 這樣 那在這邊的話 是沒有去限制 它的範圍 是什麼 那 最外層的包裝 最外層的包裝的話 這邊會先通過一個 就是 吃一個 interger進來 那吃一個 interger進來之後 我就把它包裝成 然後 用一個Value把它包起來 然後再塞到油管裡面 所以說 一開始的話 進入點會是這個 就是 它這邊會去吃一個 整樹進來 吃一個整樹進來 吃一個整樹進來之後 它會被包成這個形式 包成這個形式 之後 它再去判別什麼 是要 從上面這條路 來照做 下面這條路 那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測試一下 測試 測試一下的話 這邊 1 是 true 那剩下的 2 2.0 所以 這個就是 符合我們要的 就是1 這邊就抓到1 然後 t以外的其他東西 2 就是focus 那我們並沒有去定義整樹以外的其他東西 所以說 當你去呼叫 plot的時候 當你丟plot進去的時候 那它就會跳 arrogating 就是說 它們沒有找到相對應的 就是 function 這樣子 amaster 這樣子 OK 所以在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 3號 就是 模擬出的類似 pilemation 這樣子的效果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 不同的 不同的 嗯 你要再去不同的 pilemation 然後把它放到 你的 方式裡面去 然後用 bilemation 去做到類似 time-imagine 這樣子的效果 好 那 所以這邊 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小小小的結論 就是說 基本上bilemation 它是 在type上面去做 那 valuetime的話 它就可以把value 去包成time 那 基本上bilemation 在不同的 語言 像 functional language裡面 通常它是 做在value上面 就是它可以去 match不同的value 就是你可以是 object 可以sebrate 可以是其他的東西 如果你要做到 比較複雜的 行為的話 那 呃 在傳統的functional language 就像 poscale的 裡面 它是 比較流暢 那在gira裡面 需要做多一些的包裝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像 這樣子的事情 好 那 這邊的話 就來試試看 就是link-based的話 用functional style 去做一個定義 好 那在link-based的話 這邊是一個 非常基礎的一個 資料結構 那link-based的話 在functional的 比較functional style的定義 上面的話 大概會長這樣 就是 一個會是一個 node node ok 那這個node 跟 還會有一種 另外一個是 比較一般的node 那一般的node 這個node 這個是拿來出文資料的 ok 所以說 這邊會有一個data 就是你可以拿來出文資料 那next next的話 它就會去指到 指到是 另外一個node 或是去指到另外一個node node 那在這邊的話 大家會看到這個 大括號t這個東西 那大括號t這個東西 也是 conflation type的一個 特徵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 容器 有點像容器的東西 這個d它可以自換成其他的 呃 呃 譬如說 是整數啊 呃 補點數啊 之類的 ok 那我們定義完 這樣子的node之後呢 就可以把東西給 組裝起來 那組裝起來 一開始 需要一個node的node 就是裡面什麼都沒有放 這樣子 那再來一個是 quam 1的 1的node ok 那 它會去指向 呃 它的下一個叫做node ok 我們就是從 就是從 尾巴先回 然後 2 3 這樣子 所以說我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list的東西 就是3 然後2 然後1 然後裡面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 我選到這邊應該可以 那 那 接下來 如果說我們要在這個 指標結構上面做一些事情 ok 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要找2好了 剛剛 確認過is1 然後現在我 找2好了 那找2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 做類似的事情 剛剛我們去 check說is1 那這邊 checkis2 這樣子 那checkis2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那接下來的話 這邊 我們剛剛確認過 它 是可以work 那 它只是value 有換過而已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在 node上面去 找2 然後 find2 ok 那find2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 只要定一兩個東西 一個是在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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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自然是沒有2 所以說它就是 回船 這樣子 那 接下來 如果是在一般人 node上面 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一般的node上面的話 會有兩個狀況 它就去把 你的data 丟到is2裡面 去check看看 它到底是不是2 如果它是2 就直接回船去 如果它不是2 那就往下走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 嗯 這個叫 嗯 就是ebells的 看得出來 就是我問號跟 話號的 這樣子 然後這邊跟大家 喔 跟大家介紹一點 就是 如果你在 function的宣告裡面 啊 你在function的宣告裡面 如果你不需要用到變數 如果你不需要用到變數 你可以指定 你可以只寫tile就好 只寫tile就好 就是說我不管 我沒有要用到 這個 這個位置的變數 那 呃 它只要match到 這邊 第一個人 是node node 這個type的時候 那 它就會直接進來 ok 這是一個可以省略的d 方式 對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就是寫在第一個啊 揍點第二個啊 之類的 好 目前到這邊 ok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 n3給丟進去 n3給丟進去 我們這邊就 測出來 就是裡面有2 所以 它就會是 vh1去 ok 所以在這邊的話 它是 你會發現說 在這邊 做了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recursor的 座長 ok 它這邊是一個recursor的座長 它會一直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然後一直找到 如果找到最底層是 那種那種的話 它就會變回小boss boss的話 它再給我們回來 好 那所以說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用 piannation這樣子的 做法 或者是說 效果 放在比較晃 inno style的東西上面 那你整個寫 一個資料結構 或是寫一個 object 去定義它的運算 這樣子的行為的時候 它也會比較 它也會比較 呃 流暢 然後 簡單易 等等 ok 然後 還可以再做其他事情 比如說 我想要把2給換掉 replace ok 剛剛我們知道 是用fine 那我fine完之後 我可以做一些操作的話 我就是把它replace掉 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replace2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跟剛剛一樣 剛剛我們定義了兩個東西 就是fine2它是在 在node上面的狀況 跟在 一般的node上面的狀況 好 那 在replace2的話 它一樣 會有在node上面的狀況 跟在 一般的node上面的狀況 ok 那一般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去 就是 前面的話 就是放 呃 你要找的那個 那個 所以這邊的話 是放一個node 那後面的話 是放你要replace的那個 數字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指定是 就是replace2 然後看要換成哪個數字這樣子 好 那 如果是replace2 它是 做在 就是 node上面的狀況的時候 你就是 什麼都會做到 ok nothing 那 如果是在 一般的node上面的話 這個就需要做點事情 做點事情是指 就是 這邊就會有一個判斷 就是他要去檢查說 這個data它是不是replace 好 那data它是2 之後呢 你確定它是2的話 我就把它的data給換掉 那data給換掉 你可以只做這件事情 然後不要回傳任何東西 那你也可以回傳東西 對 就是把n給丟回去 這樣子 然後一樣 就是 你這邊找不到的話 要繼續往下找 繼續往下replace 好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replace2 然後對n3做 那我把它換成4 那換成4的話 他有找到2這個東西 他就把它換掉 並且把4給丟回來 那把4給丟回來 我們再看一次n3 n3的話 對外面這一層是3 然後4 1 然後貓到2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跟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樣 好 但是呢 這個時候 就在網上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其實基本上就是 JR的這個討論版 DISCO 那 呃 在這邊的話 他們其實有討論到 同樣的議題 就是 用Galove Time 這個東西做 類似 Pandmatching這樣的效果 那 其實主要是下面的東西 就是 如果你用 呃 Galove Dispatch 去做 Pandmatching 那 這個是高度的建議 不要這麼做 因為他會很慢 ok 他會很慢 好 那所以說 咦 看起來做法 行不通 ok 那這時候我就上網去找了一下 跟 呃 JR 然後跟Pandmatching 相關的事情 相關的東西 然後看看他 呃 會找到些什麼東西 那 第一個找到的是 一個 就是 他是直接支援Pandmatching 這樣子的 package 那這個 package 的話 他就叫match ok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直接裝起來 那他看起來的效果 像這個樣子 ok 所以在 在 如果你使用這個 package 的話呢 那他看起來就會很像 比如說 在ML裡面 那個 寫畫 這樣 那 這邊的話 他需要做的 做的 呃 他的語法其實是這個 就是match s 然後呢 你後面會有個 begin end的結構 ok 那begin end的結構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說你要去寫 去做match的規則 好 那去做match的規則 你要match的規則 你要match的規則 像是這個x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把它用另外一個 function 把它包起來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x他是1 那他就會 嗯 給1 然後他是2 他就給2 那如果是給 如果是match到其他東西的話 那他就會是 啊 東西 else 這樣子 好 所以說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package 大概是 長什麼樣的效果 ok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第一個是避開 使用bevil type 那個東西 然後跟 用micro dispatcher 去模擬 看match的效果 那 嗯 基本上是說 他會很難到 那 嗯 嗯 如果是用bevil type 去做的話 ok 剛剛講這個bevil type 怎麼做 bevil type 去做的話 他會需要包 比較複雜的結構 就是外面他要再包一層 然後你當自己寫 呃 規則 他在這邊的話 規則 這邊是統一寫下來 你只有一條房具 你需要去candle 那 那 如果是用前面的做法的話 你用幾條規則 就會有幾條房具 基本上 好 那所以說這邊看一下 他可以 呃 去match你的type 那 他也可以 剛剛 是match你的value 然後這邊可以去match你的type ok 那match type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呃 這邊會有個x 那s的話 當他是一個integer的時候 那 我就把它叫做n ok 那這個n的話 其實後面可以 應用 這樣 你看你要做什麼預算 這樣 那如果他是string的話 他就會 丟出string 然後 dictionary的話 這邊會丟出 dictionary 這樣 所以說呢 這邊的話 一樣 你可以測不同的type 他就會 有不同的結構 ok 所以 基本上他 呃 這個 package 在做 match 這樣子 他除了去match你的value 以外 還可以去match type 然後 後面會講 會有match結構的部分 那match結構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把剛剛的linklays 拿來試一下 我們 定義結構的方式 跟剛剛 前面 的方式是一樣的 就是 利用剛剛的那個結構的方式 再去 那 只是說這邊 pine2這個功能的話 我們把它換成 用pine-match的package去做 那pine2的話 換成pine-match的package去做 他怎麼做呢 如果你要match一個 物件 或者一個hide裡面的結構的話 那 他是照出去的 就是前面的話 是放data 後面的話 是next ok 那 底線的話 就是你不想mata 所以說 這邊的話 我就是告訴他說 當我match到一個node 這個node 它的data是2 然後 它的next我不想mata 那 這時候 我們一樣就會回傳2 那 如果 說 呃 這個node 他沒有match到任何東西 然後我只關心next 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讓他去找 下一個 ok 那如果是 node node的話 那他就回傳給你 這樣 那 所以這邊的話 是要他 呃 dispatch到type上面 上面的話 是去batch它的結構 呃 batch到結構跟batch type 好 那所以說 這邊的話 我們呃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結構被repress成4 所以我們再重新選到一次 好 那這邊的話 find2 這邊 他就成功了 ok 這邊他就可以找到一個 2 好 就是2版 好 好 那 接下來 再多做一些 類似API的東西 比如說如果想知道說 這個node 它到底有多長 那我要 實作lens這樣 這樣子的東西 那lens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因為lens的話是官方本身就有定義 它是定義在batch這個 呃 這個 這個 module裡面 那所以這邊的話 你要把它info進來 你才有辦法 自己去定義自己的lens這樣 ok 好 那所以這邊 做的事情 跟剛剛的 呃 蠻類似的 呃 呃 都在想 這邊的話 lens的話 這邊會第一個 是lenglace這邊會吃進來 然後呢 呃 這邊會有一個n 那這邊的做法的話 是有點 是 那個叫什麼 啊 tell recursive 就是 的做法 這樣子 一開始進來的話 我們應該用的API就是這個 就是說 我只會對一個lens 然後去 呼叫它的lens這樣子 那 這邊lens的話 我就會從0開始數 ok 那 這邊的做法就是 我一開始 我先從0開始數 然後讓它往下一個 往下一個走的時候 我就把它加一 ok 然後一直走到尾巴 走到尾巴之後 我就數完了 那 數完了之後 他就直接把那個n做回銷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嗯 recursive的做法 然後去做lens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他是怎麼做呢 這邊一開始他沒有數到任何人 就是0 他沒有數到任何人 那他就去呼叫這個 就是lens 嗯 neckless 然後n 那前面的話 是match 到底 然後我不太管 他到底 shaker是誰 反正我就 往下一個走 那往下一個走的話 我就要讓他按下一個 好 那 那 你一直走到什麼時候 走到它是now的時候 它是now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n做回銷 所以我們剛剛那一條lens的話 它的lens就是3 ok 好 這個是lens的部分 然後呢 如果我要做比較廣益的fine fine的話 剛剛做的是fine2 那這邊做的是 呃 我可以去fine的任何的數字 這樣 那fine的任何的數字的話 這邊 呃 我就要把n給吃進來 n的話就是 你要去找的那個數字 所以前面是內階層 然後我要找n 好 那要找n的話 這邊 需要一個敘述句 比較長一點 就是d 呃 這邊他會match到就是node0.0.0.d 然後這個d呢 要給他條件 d要等於n 對 那所以這邊會 會一個小小的判斷式 就是d等於n 然後 就要加個n 這樣 所以fine 如果他有找到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true 如果一直走到底 沒有找到 那它就是pulse 這樣回來 好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會看到就是fine n3是true 然後如果找0的話 是沒有東西的 OK 其實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做到 比較同意的fine的效果 好 然後如果說你想要更改 那個 呃 在julia裡面 它 印出物件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支算的話 那你要去override的東西 是有一個東西叫show 然後它 API API的spec 大家是長的 就是 前面會有一個IO 然後後面是你要show的那個物件 把物件持進來 OK 所以你需要去 就是 多這個定義 那這個要怎麼寫呢 這個的話 基本上也是做mesh 然後mesh的話 這邊如果是一般的no的話 就是d 然後next 然後 如果是 呃 到的no的話 那它就是 不要印很多東西 好 那 這邊d的話 我就把d 印出來 然後加1一個 痘點 然後 往下一個走 OK 所以這樣的話 會跑出像這樣子的東西 嗯 看起來沒有 沒有很 風整漂亮 因為這邊會多一個 痘點 這邊再看 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基本上 像這樣子的話 它一些 呃 功能 都有做完 在以往 如果你是比較 呃 procedural 的 style 或者是 all style 通常你會用過迴圈去 或者是快要迴圈 基本上會有 迴圈的動作 那 在 functional style 裡面的話 它會比較擅長 用recursive的方式去做 OK 那 嗯 通常在 functional 的 language 裡面 我繼續講 就是這個 就是講 這個語言 它 並不是一個 functional 的 language 它是比較 functional 的意味 就是它斜畫上面 比較 functional 的意味 但是我就要強調 它的recursive沒有比較空 嗯 它的回缺是比較快的 OK 好 所以這點是 我們需要講 所以 如果你要把一些 functional 的 東西 就是以往在 functional language 上面的 東西 搬來 Julia 上面的話 有可能它並沒有 並沒有 functional language 上面的一些優點 OK 因為通常 functional language 裡面去寫recursive 它的效能是 over 那個 回圈的 OK 好 所以 所以 基本上的話呢 呃 在 batch這個 欸 等一下 錯誤 就是 因為大家可能會這樣疑惑說 欸 有了另類神啊 為什麼沒有 insert或 零類這樣的東西 對 insert跟點滴那個東西其實 是步驟比較煩操 就是你用這個東西一樣可以做到的 但是它沒有辦法 就是有一個 簡潔的例子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因為它match到之後 然後它下面需要去做的事情這樣多 所以我就沒有寫了這樣子 對 它需要去指向其他的帽子 對 但是那個 那個東西就是很 很 很 繁雜的工作這樣 所以就沒有 沒有放上 所以這邊的話大概就是做 呃 比較簡單可以去處理 然後原本是 文圈在做的事情 那就可以用 patch這樣子的東西去處理 那其實在 quatch的package裡面 很多東西也是用類似像這樣子的想法去處理的 那除了match這個patch那個package以外呢 還有其他patch的package 那目前看來 呃 每個的效能不太一樣 那在batch這個package的話 我看起來是效能是比較好 依照就是它的不同的 呃 不同的轉按裡面 它上面的batch 看起來是batch的效能是比較好的 那 稍微 我會介紹一下就是 有不同的 不同的package 它有不同的特色這樣子 像 patch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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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寫起來比較像 julian function的機位 它寫起來 我按到了 它寫起來的效果比較像這個樣子 對 它跟你在寫一般的方式 所以 做match的patch 寫法的基本上 寫法的基本上 看起來是沒有差別 只是說 它可以做patch的機位 所以它是match time 這樣 ok 那 所以你寫規則的話 規則是5點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另外一個是 叫ml style ml style ml style的話 它是號稱是 它是把ml 那個 它的patch 就是想要把它整組 翻過來 那 現在它的寫起來 看起來像 像 這個樣子 應該是 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 在match 因為它也是要 用match這個match 去處理的 ok 那 這個看起來跟 呃 在demo裡面 用的match 那個 它的語法 基本上沒有查太多 ok 那 它可能還有至於一些其他的東西 ok 那 它在下面有做一些batch part 呃 就是 它有去比較 就是match 然後跟它自己 有沒有style的 呃 時間啊 然後memory的location啊 對 它有比較的是有三個 一個是它自己 然後跟match 然後它有收寫 所以 我不確定它手寫 是什麼 什麼東西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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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說這邊的話 就是公開大家 資本 靠 這樣子 好 所以 基本上 就是 體育型的招 對 好 可是 到這邊的話 大概就 把整個東西給解說 好 好 那 有沒有想要知道什麼事情 ok 嗯 回家 紀錄的 我看的關鍵有沒有知道 我真的學起來知道 還有沒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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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說 他人生有開工 可能會有 沒有 對 這件事情我之前也有找 對 就是 對 就是沒有這件事情 那 官方看起來也沒有要加這個 對 所以其實他會有一個人 其實就是沒有爆炸 是的 是的 它會炸 會炸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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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說 就是 如果大家 迴圈的話 還是 迴圈 對 所以 這邊的話就是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個 就是提供大家另外一套 思路可以去想 的東西 但是 真正實作 上面的話 大家可以 替 效能 或者是 一些 無限的考驗 那他有什麼 想要問 什麼問題 好 那 經過的 那 那 那 有人 嘗試去 用 麥可 去做一個 複動 化 化成 美圈 美圈的一個 就是 用麥可做的 TEMPO 那 用麥可做TEMPO 嗯 這個 我不確定 應該說 做應該是可以做 但是這個東西 他 做出來 效果 不會 不會是在 就是說 你要做 嗯 你要做 你要做 不要做 控制 這件事情 他主要是 你要在底層的一些東西 去做處理 那 麥可有的話 他也是在 語言的 語言 上層的東西 所以說 這個東西的話 你用麥可去做 呃 可以看到類似的 效果 但是 他並沒有真的 那麼好 他要改的話 還是要從 從 異層去改 LVACo 可能 有 可能 或者 做 但是我不知道 LVM 適不適合做 就是 對 因為他還是算 呃 就是 基本上 通訊還是 Stake 然後 基本上 Telcode Ultimization 他是 呃 就是他不用Stake 他是直接把 呃 你是Return Value嗎 所以他不會有 那個 不會有 那個 NNN超球 對 做法 這個 他還要問其他問題嗎 如果沒有要問其他問題 那我們 達到 去 做法 Report 谢谢大家